大家好 又到星期六講標講西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話題有點不同 就是講軍標之多少 我們就首先給Wild Warsworth Thomas和Chris先講 之後我和華哥就會做最後一部分 大家好 今天的題目就是軍標之多少 我將它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會講兩個marking 盡量生活化一點 跟現在的標有關 因為很多都不太生活化 另外我介紹一隻標 在電影出現過 現在第一部分 先講兩個marking 前幾年出了一隻這隻標 它有個花名 有些人說它叫雞爪 原因就是這隻是James Bond的特別版 007 S&P300 泰金屬 就是這個爪 後面都有一些 底蓋就是物底 都有一些好像是軍事化的一些標記 那這個雞爪其實是什麼含意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就只不過是 其實是一個佔咀來的 就是說是 就是阿公的東西 就是英國政府的財務 這樣解釋的 就不是說一些 很具體的含意 那就是說這是哪個公家 就不可以私有化這樣解釋 有其中一個含意 就是公家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marking呢 當然要講一下 飛行員 mark IWC 大家一定見過 那現在出到是不是mark 17還是mark 好像是mark 19 好像 那麼 mark到很多 很多 很多 世代已經 那真是 搞不清楚有什麼分別 就是 變一下大小 或者可能換一下機心 那 其實mark 我看回資料 就是IWC的mark系列 它本身是一隻飛行標 那就是為飛行員 那其實呢 它第一隻出的時候 是1936年 1936年才出的 1936年才出的 如果它1936年才出這個mark系列呢 作為一種飛行標呢 那 它就不會是 始作用者 mark 這個所以是mark 也都不是無中生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遠造在1914年 已經有這樣的marking 我講一個marking 這裡 這個呢 是mark 4 5-1就是4 是A mark 4A 這個pattern 這個mark 是什麼意思呢 是 for aviator 是很大的 即是飛行員 是給飛行員用的 是給飛行員用的 Aviator Issues 的8日 8日鏈 厲害 帶駝標 還沒到手錶 這個是4 這個 OK IW第一隻出的mark是mark 是mark 9 這樣 給大家看 mark 5 先 zoom大一點 mark 5是什麼意思呢 差不多 隔了兩年而已 1916年 mark 5 也是 駝標 8日鏈 但是是 specific for aviator 就是一隻是飛行員的駝標 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 很有理由相信 mark 這個系列 當然不會是一個人 也都是 跟這個 軍事的marking 是 直接有關 也都不可以說是間接有關 第二部分呢 我介紹一隻標相 因為為什麼呢 就有趣一點 大家有沒有看過 鄧扣黑 鄧扣黑 大行動 就是 幾年前那套 那套 在電影裡面 就有一隻這樣的標 這隻真的是飛行標 真是mark 給大家看 mark 這個是mark 多少呢 mark 7 OK 那這隻標有什麼來頭呢 形在呢 它是一隻 Omega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樣子 Omega 但是特別的地方呢 除了Omega之外呢 它是白面 哇 就是白面的軍標 是不是見得少呢 少了 都是 是有的 還有呢 它是 好像駝標那樣的 那些針 是 可以是很幼的 就是不一定 下下呢 都好像Panerai 或者是 努力士 那些 粗到 粗到大大小 不一定的 就是不同種類都有的 用Cathletal Hand都可以的 就是有些軍標是可以用Cathletal Hand 沒什麼所謂的 那 因為軍標有很多類型的嘛 有些是潛水 有些不潛水 那你Aviator 就不是潛水 有些是軍官用的 那種類實在太多 有些只是船中 那些都是有一個標準 就是有 類型實在太多了 就不可以 不是每次都是好像步兵那些 這樣衝鋒陣用的嘛 但是這一類呢 剛才看過電影的Cathletal Hand的 就是一隻Aviator 軍標 那這隻軍標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到呢 有一個 好 特別的 圈 這個圈是領得的 奇奇怪 不要以為它是一個潛水圈 當然不是潛水 講明是Aviator 怎麼是潛水 但是它是領得的 它兩邊都領得的 即是叫Bidirectional 我們叫做 領來做什麼呢 待會再說 那你見到兩粒滴 一粒滴三點很簡單 教時間 教針 那這粒滴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呢 鎖死個圈 一領緊它 就能夠夾死個圈 在四點位置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教外圈的 原因就是呢 用來對時間 原來 原來呢 即是有個系統 它發明出來 即是有一個人來的 都是 一個姓來的 叫RIMS System 你的RIMS System 就是呢 透過外圈 去到 因為以前那些標 就沒有Hack 就很難去教到秒秒準的 但是呢 以前呢 真的軍事上有個要求 就真的要 對標 Synchronize 時間 那所以呢 通常這些 就是 士兵呢 士兵應該未必有 未必有標 可能 就是一些 牌掌 高一點 那真是要對時間 就 領個圈 直接用個 秒圈 來就回針 這樣 這樣 教準了 就找個四點的 鎖死它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幾特別的做法 是那一批發明這樣做 就這樣 不只是Omega 原來 被我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呢 浪琴 都是用同一個模式的 就是在那一批 就是有幾間廠 都是用同一個模式去做這批標 JLC 一樣 浪琴 Omega 你見過了 浪琴 JLC Movato 真歷史 都是用同一個風格 可能針不同 那大概呢 那個鶴形 或者跟著這個羅馬字 在那個年代呢 是有同一個標準的 所以你見到呢 就是有一定的標準 這個是Mark 7 這個就 所以就非常有趣 還有我覺得這支針是幾美 就是 有一支 這支真的是不是 駝標的針 這麼幼的 但是沒有夜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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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到呢 那真的非常有趣 這支針對 這個型號 是Omega 的 CK 2129 在鄧舊克電影出現的 各位朋友你們好 又到星期六 講標講西 那今天呢 我都是去不了 李昌和達人 Mr.B Steven 其他華哥 一起去講標 不要緊 自己講 都比沒有好 今天阿達人的題目 就是 軍標 其實我也很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吸引到我的 潛水標 當然也是 但是軍標 其實是更加吸引到我的 就是PILOT的手錶 軍標 所以 今天就想 講一講這個議題 不過呢 因為太多片要出 所以我都 其實這個議題 真的要講很久 不過因為我有太多的 自己要做 公司要做 還要拍很多片 所以唯有 很快地講一講 大家眼前 就見到兩隻標 當然 講開軍標 怎麼可以不提到Hamilton的手錶 這隻手錶 經常都在我片中會出的 這隻 Hamilton Khaki Field Mechanical 手上鏈的軍標 其實 軍標 應該在第二次大戰 開始 才是盛行的 即是第二次大戰 打仗 當然有軍標 第一次大戰 其實我也介紹過 那些軍標 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Trench Watch 即是把這個 駝標 轉成一隻手錶 因為當時 主流的男士 都是戴駝標 是女士才會戴手錶 或手式錶 二次大戰 之後越戰 越來越多的軍標出現 其實這兩隻都是軍標的設計 Hamilton當然是 他根本有很久歷史的出軍標的經驗 這個京都日本牌子 當然是新進的牌子 我最近也入手了這隻 或者說說什麼叫軍標 其實我剛才掃錶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知道 軍標跟其他標有什麼分別 我想也要說一說 很簡單也要說一說 或者用Hamilton做一個示範 因為Hamilton也是軍標的經典 首先我會覺得 軍標一定要越是清晰 所以軍標和飛行員手錶和潛水手錶 其實也有點相似 就是叫越是有清晰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我覺得軍標不可以太大隻 大家可能看起 阿諾蘇蘭西加、史太龍 那些 他們戴的標都很大隻 Panerai那些很大隻 但其實實質上 軍人戴的軍標 我覺得不可以太大隻 因為如果你的標很大隻 你想想想 又要戴手套 然後又要拿槍 拿什麼 其實如果大隻 你就會經常刮傷你其他的儀器 還有 都很容易撞到一隻標 其實是不方便的 所以軍標越是清晰很重要 譬如說這隻標 白至黑底最清晰 然後就不可以太大隻 這隻標有38mm標徑 其實推出的時間 其實都是覺得 比較小隻 當然現在的標 真的越出越小 這隻的38mm也不是很小 第三 通常最傳統的軍標 就不可以 立立拋光 原因很明顯 如果你拋光 敵人在離遠 看到你一反光 就知道有人在這裡躲起來 立刻射你 死得很快 所以傳統的軍標 就應該用雅面磨砂為主 不會拋光 待會給大家看看 那隻京都日本軍標 你就知道 那隻可能是潮流尾 這隻是復刻以前的軍標 所以它是手上鏈 當然手上鏈和自動 其實都無所謂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手上鏈多些 不是說一定要手上鏈才是軍標 不過我自己喜歡 所以越時要清晰 而且它不可以太多 即是另臉 這件事都很重要 還有很多時候 它都會有24小時顯示 軍用時間 即是一到12 然後有13、14 AM、PM的顯示 因為軍人是很重要的 對於時間和距離來說 所以很清晰 你要看到現在是上午下 即是一無了然 即是一無了然 很多軍標都會出現 其實飛行軟手錶都會出現 這就是第三樣 還有就是 但是軍標 其實不一定要潛水 防水性能很強 譬如這隻 Hamilton 其實是防水50米 即是不需要一定要防水很強 因為軍標 就是Field Watch 陸軍 其實很難會掉到水淦 是50米 應該不會的 所以通常防水 未必是200 或者200 300 那些便會 解定為潛水錶 還有一件 就是軍標很多時候都會用NATO帶 大家可能會想 為何它不用鋼帶 其實很簡單 首先就是 錢的問題 你想想 政府要給很多軍人的標 因為當時打仗的時候 資源已經很緊絕 有銅有鐵 都可能拿去做槍械 所以通常軍標會配上NATO帶 即是不一定 不過很多時候都會配上NATO帶 NATO帶當然是便宜過鋼帶 所以可以大量分發給這些軍人 所以這個型的造型真的很有軍標 黑底白字 雅面的標殼 月時很清晰 防水50米 加上NATO帶 所以整件事都很吸引 所以你說 Hamilton的Carkifu Mechanical 簡直是軍標中的經典 也沒有特別做偷底 也不需要 這隻很棒 夜光也有 但這隻Hamilton應該不是最強的 因為最強的都應該有潛水錶 我可以比較一下 我今天這隻錶 我今天這隻 就是AORUS Diver 65 除了下來給大家看看 當然 你有時有比較之下 你就會知道原來真的有些不同 譬如AORUS這隻 其實也不太大 40mm 這隻是38mm 但AORUS這隻 有一個單向旋轉外圈 即是讓你倒數計時 即是潛水計時 這個軍標是沒有的 也沒有特別做24小時的圈 這隻也是復古的潛水錶 防水性能只有100米 也不是很強的 所以你一看便知道 這隻是潛水錶 這隻就是軍標 至於這隻錶又如何 這隻京都的軍標是新出的 其實比這隻更小 這隻是38mm 錶鏡 這隻是35mm 更小 但這隻是自動的 用Milota機身 設計上 你會看到它 也會覺得像一隻軍標 包括NATO帶 也有的 其實也有點相似 這隻是NATO帶 也有相似 但這隻錶 我覺得它的時裝味 變得更強 為甚麼呢 很簡單 因為它整隻都是拋光的 你會看到 它是拋光的設計 剛才說 傳統的軍標 通常是用雅面 即是防止它反光 這隻是用了拋光的 所以看起來 你也知道它是一隻軍標 你看起來是一隻軍標 不過它就多了些時裝感 我會覺得 這隻錶 你說歷史的Hamilton 當然厲害 對吧 嘩 為甚麼在外面做甚麼事 誰那麼醜 真是都不知道 再說一隻錶 這隻錶 它的模特兒叫Old Smith 就是復刻一些 舊的英國軍標 他就叫英國軍標 Hamilton當然是復刻美國軍標 這也是Made in Japan 防水是多少呢 防水 對 這隻防水反而有100米 防水也不錯 這隻錶是35mm標徑 一開始我入手時 都會覺得會否太小 讓大家看看 但我7吋的售碗 這隻錶 其實現在都不會覺得太小 接受程度高了 現在由35到50都可以 對吧 真的沒問題 但如果你說最圓滿正宗的軍標 一定是Hamilton 這隻的定價大概是2000多元 Hamilton這隻就三四千 但也沒所謂 我兩隻都入手了 所以都可以 所以今天就有機會說一下 這些軍標 我覺得軍標的吸引力很大 或者我都放了這隻Diver 65 軍標的吸引力很大 而且現在大家玩潛水錶 可能玩得多了 已經有很多潛水錶 所以你買了十隻潛水錶 那也可以買一些Field Watches 玩一下 Field Watches 越是有清晰的 而且它給你的感覺 已經是一個軍人大的手錶 所以就算這些錶 例如38mm 這個35mm 你戴上來 你都不會覺得很細小 很鋁裝 其實這些以前都是軍人大的手錶 所以真的很有它的味道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不過今天就大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 Hello 大家好 今集就響應錶之達人的題目 就是軍標之多少 軍標其實是屬於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一個手錶的類型 所以一接到這個題目之後 都挺開心的 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及一些心得 即是和大家分享 那麼 那麼軍標為何這麼受歡迎 其實軍標它也算是一個 叫做長清的一個手錶的類型 因為它第一 它的設計是比較簡約一些 即是相比起一些 譬如很複雜功能 或者可能是一些 計時款之類 設計上面是比較簡單 以及軍標對於我們男士來說 是有一種很有型 以及很豪邁的一種風格 所以戴上手 人的自信心又會高些 所以軍標有一種特質 以及實際上 軍標是曾經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亦是大行其道 包括中間這隻 哈密特恩 尤其是二戰的時候 為美軍生產了很多軍標 甚至乎是盟軍 盟軍也是大量去使用 哈密特恩的軍標 所以我對哈密特恩的喜愛度 是非常之高的 在左邊的Nacol 其實它是屬於德國的軍標 它在二戰的時候 其實是跟另一間廠 一起生產的軍標的數量 其實是在德軍使用的時候 是最多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 例如意大利海軍標 Panerai 都非常出名 Panerai 甚至乎是IWC 亦有生產過軍標之類 其實很多很多 要說其實真的 這個軍標 這個主題 其實是可以說得很長很長 但是長話短說 所以其實是 一些歷史的原因 甚至乎它現在出現很多 甚至乎有些其他品牌 即是出一些軍標款 可以說是潮流 其實可以說是一種長青 像我開頭所說的一種長青的款式 以及很適合日常的配戴 因為軍標 一定要做一個比較 給人的感覺是比較硬正的一個風格 還有錶帶 大家都看到 軍標 很多時候都是配這種 叫做 所以是很適合日常的 就是比較適合日常帶 甚至濕水 出汗 都不怕 所以其實是很適合 日常生活使用 還有 也是那句 戴上秀型 所以軍標 我的看法大致上 就是這裏 希望大家都喜歡 一些不同類型的軍標 去支持一下這些出軍標 尤其是Hamberton 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它 今集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現在到我們這裏 好了 華哥 我們今天的 題目是 軍標之多少 因為呢 我們都 講了很多次 潛水標 因為 大衛 最多人講到 潛水標 不過 因為 手標始終 我們都盡量去 介紹不同種類 所以 今天可能就 講一下 軍標 華哥 你們都 不是 那麼多軍標 是 哈哈 因為 其實 有 某些牌子 都可能有一兩款 其實 就是 一般我們認知的軍標 通常 有 他有個 箭嘴的 記號 是 有個 有個 記號 其實 他們那個 符號是 代表 他們的 隊員 是 好像英 英軍 應該 當時 他們英軍 都 找了幾個 瑞士牌子 幫他們 出一批 軍標 給他們的 軍隊 據我所知 當時 都 不止 找一間 標廠 所以 你看到 有幾個牌子 都有 有 那些 標號 庫號 包括 Omega 都有 好像 浪琴 IWC 還有 還有 好幾隻 通常 他都有些要求 又要防水 又要夜光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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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兵的時候 不合ります 因為 一般 牌子 或者是 牌長 或者是 軍官 可能 會 也會 因為 我們有些行動 要說 所謂的 D-Day D-Hour 譬如 供一個山頭 幾月幾日 幾點 在哪些位置集合 那當時當然不是說 拿個電話出來在森林裡 通常呢 每一隊都有一個所謂信號 即是那個通訊員 就會揹著一個很重的背包 通訊器材 跟其他隊伍去聯絡 當然 譬如官階高一點的 就會配戴所謂的軍標 那軍標的用途就是 所謂的對時間 和什麼時間集合 在什麼地點 那軍人用的軍標 其實是有它的要求的 打個譬如 因為在森林裡 或者在作戰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那些 那些地點都是很困難的 在森林或者樹木很多 始終要耐撞 隨時又 趴地 有什麼很多動作 那又要講 有時候我們都試過過河 那當然又要防水 那又要防水 叫你潛到幾百米 不過要過河 過河都會濕水 對嗎 或者在 在森林幾天的話 都會有天氣的變化 始終會下雨 所以是有 軍標是有它的要求 和晚上 你所謂夜光 都要看到 其實 早期的軍標 其實有些設計 皮帶的位置 還有指南針 哦 是啊 而且他們有些 是用 所謂的NATO帶 其實呢 今時今日 很多的軍標 都沒有再 真的好跟足 那個軍標 應有的要求 其實有很多 這些所謂帶 都當是 尼龍鞋 都當是NATO帶 不過呢 如果早期 如果講嚴格一點 那條帶呢 其實 不夜少的 他們我聽說 有些牌子 甚至乎是用 一些 降落傘的 繩子 那些物料 去做那條帶 是有彈性之餘 是很耐 OK 那也都有其他要求的 可能 最主要的顏色 那樣東西 你沒有理由 但是很鮮嚴的 就當是軍標 那一般的軍標的色 都是比較 黑的 黑 沉一點的 MAT 那些 的finish 那也都 是的 也都有一些 他有一些 所謂軍標 其實有 24小時的顯示 是 就是因為 我們 譬如 通訊 我們通常會說 譬如 夜晚 旁晚6點 我們就會說 1800 的 即是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 在通訊上說 是 喂 晚上6點 或早上6點 我們一定是 1800 或者是 1815 集合 哪個點 類似這樣 所以呢 正常來說 應該就有個 24小時顯示的 即是 外圈內圈 是 那 我們這裡 就沒有 我 擺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那 是的 一般的軍標 就有這些 規格 那 今時今日 也都沒有 跟蹤這些 規格 有時候 我們都當是 軍標 現在 那些 多數都是 是 復刻 以前的 是的 即是 就算潛水錶 其實很多 也是 復刻 其實軍標 也是一樣的 當年 某個品牌出過 這些軍標 現在 大多數都是 復刻 那些 而且以前 我 我記得 好像有某些牌子 說 做某些 標 給某一隊 軍隊 去 用 如果他們 軍隊 又很出色 或者某些 上 比較 高官階的人 大概 也都 會在他們的 軍標界 裡面 打響 一個名堂 很厲害 我相信現在 再做 都不會是 機械標 因為現在要求 很精準 哦 即是 早期沒有 電子標 或者四英標 這樣才會 有些機械標 但是 現在 我想 今時今日 如果真的要求的 都是 石英標 其實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跟潛水標 那個 那個 那樣東西一樣 即是 今時今日 真的 深海潛水 還可以 跳下水 和你慢慢 擺 擺 擺 那些 其實已經不是 那一回事 不過很多時候 今時今日的 潛水標 都是 做回那個 格 或者形 出來 來 迎合市場 即是 你記不記得 你當年 你代理那個 品牌 有隻 快 對 當時的功能 很多人覺得 為何 會 有個 原來 當時說 是扔手榴彈用的 哈哈哈哈 你記不記得 是啊 因為 因為 我們 如果一元 手榴彈的 片 是要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 二十秒來 要 扔出去 因為 如果你 太遲 扔 分分鐘 在你的手 扔斷 你的手 是 是 是 因為 你 隨時 一按 你又重新 開始 開始計數 因為你一 扔完出去 那 根本上你是 有些時間 之後才會引爆 所謂 所以 很多軍事 用途 今時今日 我們是不會用到的 都是 當來玩 比較多 當然 亦都有一些 粉絲 是很 喜歡 這些 所謂 Field Watch 即是 一些軍標 因為 始終他都是 有一個 自己很獨特的 一個特色 在這裏 我們這裏 都 和大家 講過 基本上 軍標 亦都有分 空軍 陸軍 海軍 真的 事實 我們這裏 或者 當是 這隻 應該是 海軍 海軍 有些 旗仔 就當是 海軍 海軍 起碼 都有一些 甜水的功能 一定有些 防水性高 對 還有什麼特色 這隻 可能 海軍上將 有些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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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空軍 整隻 整隻 AIRSPEED 對 都代表 對 其實早年的空軍 他們很多 都是 用代表 代表 機心 很多 最早期 因為 都未有 其他 支援 其實 上年 真的 不是很方便 因為 空軍 戴著手套 兩隻 很難 所以 大顆的 空軍 那 空軍 都可以當 軍標 因為都是 陸軍 陸軍 迷彩 好像我們所說 很多時候 今次 今天很多 其實是 樣子 如果真的 實用的話 可能 未必很多 會跟蹤 以前 軍標 其實如果跟蹤以前 就很嚴謹 塞黑底 強夜光 因為要清楚 因為 通常 在夜晚 要看得很清楚 那 正常 一定是黑底 對 這樣的錯誤 對 今天 我們就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所知的 關於 關於軍標 可能 還有很多 資料 或者資訊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 上網去看 在外國 很多YouTuber 經常講關於軍標 不過在本地 可能都不是主流 所以 不是那麼多人 會經常講軍標 因為我覺得 香港 中標市場 是很有趣的 就是 哪一種主流 一窩蜂 大部分人 會只講 那樣 確實 因為軍標 你看回來 很單調 你跟 運動型的潛水標 可以出很多 不同顏色 很多類型 OK 那你軍標 沒理由出到 顏色 真的好像 不適合波羅 那樣 不過呢 我們 釘馬 釘馬 有一隻 Cayman Bronzer 那款 其實都幾美 幾軍標 雖然 它是 它現在 列在 潛水標系列 裡面 不過 我們覺得 樣子其實都幾軍標 那大家可以 留意 這隻標 應該都會 在 一兩個月 來 到港 我覺得都幾 靚仔 那一隻 銅標 來的 是啊 很靚 還有個 24小時的 Hour Indicator OK 那大家 密切留意 這集 我們就 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